那这一章最后一节第五个小节 我们就谈到了空间相量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指点受到的外力 这些外力没有办法摆在同一个平面上 因此我们要把每一个外力 变成三个互相垂直方向的分量 那这一章这一节主要让各位了解 怎么样找到一个外力沿着三个XY力轴 互相垂直轴的分量 首先你们看右边的这一个图 现在假设有一个力量F 它的一端在圆点另外一端在A 这就是它的大小在方向 A的坐标就所谓的XYZ OK 然后首先这个向量 我们看可以用一个平面向量 一个平面OBAC 我不管这是XY力轴 这是我一个向量 我反而就是用一个平面 包含这个向量切下去 所以暂时这个向量 你可以当作是一个平面向量 什么平面 OBAC的这个平面 然后这个向量跟Y轴的夹角 你们看我们写的C打SubY 是C打SubY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向量 先分解成一个是 沿着Y轴方向的分量 跟沿着XZ这个平面方向的分量 因此我们知道FY就是等于F的大小 乘上C打C打Y 然后平面上的那个分量呢 我们叫FH 因为它不是沿着X轴 也不是沿着Z轴的 FH 我们写着F乘上Sin C打Y 这是很明显 我们会做的了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考虑到 这个平面上的这个分量 FH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假设这个FH跟X轴的夹角 像最右边的这个图所显示的 FH跟X轴的夹角是Fight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这FH分解成 因为它就在X直径平面上 分解成沿着X的分量 跟Z的分量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了 FX等于F乘上Sin C打Y 再乘上Cosin F FZ呢 等于F乘上Sin C打Y 再乘上Sin F 这两个式子 FY跟FZ 跟前面的这个F FX跟FZ 跟前面的这个FY 三个合起来 我们就只是告诉各位 我一个向量 F可以把它分解成 分别沿着三个 互相垂直的轴 XYZ的三个分量 FX FY FZ 刚刚那两个式子告诉我们 可以做得出来这件事 我只要知道两个问题 第一个 F跟Y轴的夹角 C打Y 还有F在XZ 那个平面上的投影 跟X轴的夹角 Fight 那我知道了这三个分量 当然 那我就可以知道 依照B式定理 F本来是等于FH平方 加FY的平方 可FH就等于FX加FZ的平方 所以最后我们得到的这个结果 我F大小 就是等于三个分量的平方和开根号 这个公式跟刚刚平面向量几乎是一样 平面向量只有FXFY 那这边有FXFY跟FZ 那假设I接K 现在多一个K I是沿着X的单位向量 Y是沿着 那个J是沿着Y的单位向量 K是沿着Z的单位向量 我们就说我可以把它写成F 等于FXI加FYJ加FZK 这个三个指的就是我们F沿着三个轴的分量 好 注意 我们前面也讲过一件事 如果这个是直角坐标 F在某一个轴的分量 就等于F在这个轴的投影 在这个轴上的投影 所谓这个轴的投影 就是这是我一个向量 这是我一个任意的轴 投影就是这个垂直下来的距离 也就是这个大小乘上这个夹角的cos值 那是我们前面在第三小节就跟各位谈过的 如果F任何一个向量 在任何一个轴上的分量 只要这个轴是直角坐标的话 就是等于这个向量在这个轴的投影 那它的投影也就代表这个量 橙上这个向量跟这个轴之间的夹角的cos值 依据这个观念 我们现在看 假设现在有一个任意向量F空间的 它分别跟XYZ轴的夹角 我们叫C打X C打Y跟C打Z 分别就是它跟XYZ轴的夹角 那依据我们前面讲的投影的定律 我可以写成FX这个式子 X的分量也等于我的F乘上cosC打X 不仅要像前面那么复杂 FY等于F乘上cosC打Y FZ等于F乘上cosC打Z C打A这边有两个名词 各位要记得 C打X C打Y C打Z 分别是叫做F跟XYZ轴的夹角 我们给它一个名词 叫做direction angle 方向角 而这三个角的那个值 cos值 我们因为它是cos是余弦 我们叫做direction cos 方向余弦 方向角或方向余弦 就是可以定义出来 你一个向量在空间中的方位 我们前面谈到二维的时候 是说我只要知道所谓的系打 就是F跟X轴的夹角 我就知道我这个平面向量的作用线 或是方位线 三维的里面呢 我就要知道这三个角 C打X C打Y 跟C打Z 我知道这三个角 我就可以知道 这个向量跟三个轴之间的方位的关系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角叫做方向角 那我们真正会用到的是 等一下你们会看到 是这三个角度的cos值 所以我们把它 因为它的分量就是cos值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方向余弦 那注意 这个方位角的大小 一定在0到180度之间 这我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这个跟前面那个系打不一样 我们二维的时候系打 一定从X轴梁 比如说这是X轴 这是我的向量 F 我会说这个叫系打 所以它会超过180度 可是现在在三维的里面 是反过来 大家看好 如果这是我的X 这是我的向量F 它的系打X 就是这两个之间的夹角 这个就叫系打X 如果向量是在这边 这个就是我的系打X 所以我的系打XYZ 一定是在0到180度之间 这个跟二维的定义有点不一样 这个跟二维的定义有点不一样 大家要特别注意 三维里面 我的方向角一定在0到120 80度之间 所以假定设施向量 这是我的角 不是这样子算过来 不是二排减掉C打X 就是C打X这个位置 这各位特别特别要注意 你们自己就要在课本旁边 稍微注明一下 我没有注意到 你们课本来了吗 谁在负责买课本 课本来了没有 来了没有 有没有 有来了 好 因为你们要注意 大概在三四个礼拜 就要第一次考试了 我们考试是以习题为准的 早点到 大家早点练习一下 好 那我们前面刚刚知道 F可以等于FXI 加FY接 加FZK 而FXI FY接 FZK呢 通通可以变成F乘上我们的 CosC打XY值 所以我们带进去 我们会得到了 这个式子 F就等于 F这个向量 等于F的大小 乘上C打XI 加上F的大小 乘上C打Y接 加F的大小 乘上CosC打ZK 我把F的大小提出来 就变成F乘上括号 CosC打XI 加CosC打Y接 加CosC打ZK 这个是 这个等号右边 是等于一个大小 F的大小 乘上一个向量 那我们记得 我们刚刚讲过 任何一个向量 都等于它的大小 乘上这个向量的 单位向量 所以 这边来讲 我就把这个括号 Define叫做一个Lamda 希腊字母 希腊字母里面的L Define叫做Lamda 而这个Lamda 指的就是 它是个向量 指的就是 CosC打XI 加CosC打5 加CosC打 指的就是 这个单位向量 所以我们刚刚刚讲的 从这个式方程式 我就告诉各位 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有一个空间向量 跟三个轴 XYG的夹角 分别是 C打X C打Y 跟C打Z 那这个向量的方向 就是它的单位向量 就是CosC打XI 加CosC打YG 加CosC打ZK 这个是指各位要注意记住的 然后这个Lamda 既然是单位向量 它的大小就是等于1 我们讲过 单位向量大小一定是等于1 因此 而这个Lamda的单位向量 就是三个方向的分量 平方和开根号 所以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 CosC打X平方 加上CosC打Y的平方 加CosC打Z的平方 也就是Lamda的大小 它应该等于1 也就是说 我任何一个向量 跟三个轴的方向余弦的平方和 要等于1 这是一个方程式 这告诉了我们什么 我的三个角 C打X C打Y C打Z是相一的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向量 跟XYZ 三个中间夹角的方向角 它的方向余弦平方和 一定要等于1 如果你知道C打X 也知道C打Y C打Z 就必须要由这个方程式 来决定 你不能再写被写 所以如果你们讲说 二有一个向量 它分别跟XYZ的夹角 叫30度60度80度 基本上 我马上告诉你 你的这个一定有错 因为这三个角度的方向余弦平方和加起来不等于1 所以绝对没有这个向量存在 所以你们自己 我刚刚强调 你知道三个方向角 你就可以决定这个向量的方位 但是这三个方向角是相一的 你知道两个 第三个就被这个方程式控制 你要用算的 而不是随便给 你只能任意给两个角 第三个角度 不管是哪一个 绝对不能够任意给 那我们现在知道 假设这一个 现在这就是它的基本式子了 假设有一个向量 空间向量 它的三个方向分量 分别是FX FY FZ 我们知道这三个方向的平方和开根号 就等于它原来的大小 而且 它的三个方向余弦 分别就是等于FX除F FY除FZ 因为你不要忘了 FX的F层口站系到Y 这边有一个方程式 这边有三个方程式 这四个方程式 就是决定了一个空间向量 它的所有的物理量 任何一个空间向量 它有几个值 一个是它的大小 另外 它的三个方向分量 还有三个方向角 总共有七个 这是空间向量 而这七个里面 你只要知道 这七个里面的任何三个值 另外的四个值 就觉得从前面这四个方程式求得 这跟刚刚平面有点像 平面我们说只有F FX FY跟C打 四个里面知道两个 就一定可以求得另外两个 空间向量呢 是有七个 七个里面 你知道了任意三个 你都可以找出另外四个 这个是好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我要把 因为你们晓得 如果一个值点 是受到三维的外力达到平衡 你们猜也猜得到 它还是它的外力和等于零 所以关键还是要知道 每一个外力三个方向的分量 而这些公式就告诉各位 你怎么样找到一个外力三个方向的分量 关键点就是要知道 C打X C打Y 跟C打X C打Y 跟C打Z 那我们下面用一个一般的case 告诉各位 你怎么样 如果你知道一个向量 它的作用线上的任意两点 知道一个向量 作用线上的任意两点 我们怎么样 来找出 这个向量 它的三个方向角 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 比如说你们看右上角这个图 有一个向量呢 它的大小是从M到N 所以M跟N 就是代表这个向量 在一个 M这个 就是这个向量F 它的作用线上的任意两点 M跟N 是作用线上的任意两点 记住啊 M你也可以把它当作原点 如果这向量有通过原点的话 我们像一般case 不保证这个向量一定会通过原点 如果有通过原点 你可以把原点当作M 那很简单 X1 Y1 Z1 都等于0 M的坐标 我们叫X1 Y1 Z1 N的坐标 我们叫X2 Y2 Z2 这是一个任意向量的作用线上的任何两点 然后我们这边define一个名词 position vector 我们叫做位置向量 所谓的位置向量 就是告诉我们说 从空间中的某一点 到另外一点的 这个向量 这个位置向会告诉我 从M到N 你不要把它当立 它也是当作一个向量 空间中两点 这点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位置向量 告诉我它的大小 跟它的方位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DMN这个向量 就是应该等于DXi 加DYJ 加DDK DXDYDG 分别就是 那个X2-X1 反正就是向量 从这里到这边 就是箭头的那个坐标 减掉箭尾巴的坐标 得出来的这个向量 我们叫做位置向量 我在想到 位置向量就是描述它的位置 就是描述它的位置 所以 I方向是X2-X1 J方向是Y2-Y1 Z方向是Z2-Z 本身来讲 是Z2-Z1 好 我知道它的三个分量 那 很明显 我这个距离 M到N的距离 就DX平方 加DY平方 加DZ平方 然后 这个位置向量的方位 也就是它的三个方向余弦 依照我们刚刚前面的定义 就是Cosin C-X等于D除以DM DX除以DM 就是X方向分量除以它的大小 Cosin C-Y就等于Y方向分量除以它的大小 因为 比如说DY就是等于D成长Cosin C-Y 那反过来讲Cosin等于D除以DM 这一页所告诉的事实就是 它会让你了解 空间中的任何两点 某一点到某一点 你怎么找到它的方位 为你不要忘了 这个位置向量D的方位 也就是这个力量F的方位 所以这个位置向量 它的Cosin C-X Cosin C-Z 也是力这个向量方位 因此 这个D的单位向量 就是我这个力量的单位向量 所以我现在可以写成 我的FX的分量 是等于F乘上D DMN 就大小分之DX FY等于我的F大小 乘上我的Cosin C-Y 那这个事实就告诉我们 如果我现在给你一个空间中 像这边的这个图 有一个力量 大小我已经知道了 我要找到这个力量的方位 我要找到这个力量的方位 我只知道这个力的作用线 或者像作用线的任意两点 一个M一个N 因此我们的步骤就是 知道M跟N 先找出M的坐标 然后找出N的坐标 然后这两个坐标相解 你就会得到我的位置向量 知道我的位置向量以后 你就可以算出 而且知道位置向量 你就会知道我的DX DY跟DZ 知道DX DY跟DZ 取平方你就可以得到D 然后我的Cosin值 就DX除以我的D 或DY除以D 那也就是这个力 这个向量的分量 也就是力 这个向量 它本身的一个分量 那这边我们再多补充一句 那如果 我现在 我这个力就通过圆点到这边 这点坐标是XYZ 我把它的位置向量 那R是等于什么 因为圆点就等于XI 加上YJ 加ZK 就这么点简单 如果我这个作用线 有通过圆点的话 那这上面的任意 就是这样子 那从这边 你还是可以算出 我的DX DY DG等等 位置向量 所以 针对我们一个力量来说 空间的 你真正要知道的 就是一件事情 找出来 这个空间的 这个力的 作用线上的任意两点 你就可以找出 它的方向余弦 直到望向 什么都可以做 以这边来讲 现在这边是有个铁塔 OK 然后跟地面上 A点 铁塔的顶端B 跟地面A 我愿意跟缆绳 把它连在一起 这个绳索的力量 我知道是2500牛顿 然后它的三个坐标系统 这边写 这个是X 这个是Y 这个是Z 然后你们要注意到 A的位置 那个图形你们要看懂 A 它这个画法代表 A不是在X轴上 A 是往 这个X轴的右边 偏了30公尺 这图是这个意思 假定这是X轴 A是在这 大家注意 这是X轴 A在这 这边的距离30公尺 那是那个图上的意思 然后 题目就问 作用在A上的张力 作用在A点的张力 就是这个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朝左上方 因为作用在A点 我们要知道 作用在A点的张力 然后它问你 沿着三个方向的分量 是多少 以及三个方向的方向余弦 是多少 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力量的两个作用点 两个作用下两个点 分别就是A跟B 所以我知道A跟B的坐标 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 第一 我先找出A跟B的坐标 以A的坐标来讲 头头上可以看得出来 X是等于40 Y是等于0 Z是等于-30 B点的坐标呢 X跟Z都是0 Y等于正的80 所以拿B点的坐标 因为我的向量方向 是从A到B 所以是用B的坐标 减掉 那个B的坐标 减掉A的坐标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A到B的位置 向量的X方向的分量 是-40 DY是正80 DZ是正30 知道了这个D以后 我就可以平方和开根号 得到M到N的距离 M到N的距离 我们知道的话 那这个力量 或这个位置向量的方向余弦 就是分别拿DX除以D的距离 所以我可以知道 我的三个分量 F就等于2500 乘上D分之DXI 事实上应该是负的 加上D分之DYJ 加DD分之DGK 我就可以把我这F的三个分量 给找出来了 这个例子 各位教授 因为这个就是告诉你 你如果知道任何一个向量的大小 跟作用线上的任何两点 依据这个例题 你就可以找出它的三个分量 知道了分量以后 我们要知道 这个向量 它的方向余弦 OK 方向余弦就很简单 假定C打X 就是等于是阿口口塞 要不然就是我的分量 FX除以F 或者是DX除以D 结果都是一样 当然这边因为是FX是等于负 所以你算在C打会超过90度 那剩下的两个C打Y跟C打Z 因为FY跟FZ都是正的 所以算出来的C打YC打Z 就小于90度 记住MN的方向余弦 跟F这个力量的方向余弦 是一模一样 因为它们是在同一条线 在同一条线上 这个例子告诉了各位 大家请看 知道怎么样找到力的分量 我们知道力的分量以后 指点的三维平衡问题 就变得非常的简单 OK 首先 如果是三维 我一个指点有好几个力作用 我的合力 还是R等于Sumption F 事实上也是一样 就把所有的每一个力的 X方向分量相加 Y方向分量相加 Z方向分量相加 就会等于我这个三维力量的合力 所以关键是要找到FX FY FZ 我知道的三个合力的话 RX跟RY R平方Z 开根号也是等于这个 我的方向余弦 也是用相关的公式 那如果是谈到 三指点三维受力的平衡呢 那跟我们刚刚关了一样 一个指点 不管受到是二维力 还是三维力 它平衡的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它的合力等于零 所以也就代表 它的三个分量合等于零 三维问题跟二维问题 唯一的差别就是 多一个方程式 剩下做法 一模一样 好 这个就结束了 我们这个第二章 我在讲 第二章最主要的观点 不管二维还是三维 你们要知道 是怎么样找到 每个力的分量 然后二维的平衡 就是两个方程式 三维平衡 就是三个方程式 啊 啊